大家好,GChannel 相信不少人都會請工人姐姐 不過姐姐有時都會遇到無良僱主 今天澳門發現有一對 司警近期調查一宗東南亞籍家庸墮樓死亡案件時 懷疑有僱主實施嚴重的脅迫和禁錮 這麼變態 司警拘捕了36歲 任職治安警的人員女僱主 以及她34歲做導遊的男朋友 兩人以非現行犯被移送檢察院徵辦 看樣子又不像那麼兇 人不可以貌相 司警表示事發於4月28日 案發位於黑沙環中街一棟高層住宅單位 即是海上居附近 兩名嫌疑人聲稱家庸 因為偷了6萬元利是錢而跳樓自殺 不過司警深入調查 發現有案中案根據證人口供顯示 兩名嫌疑人得知盜竊事件後 先扣起家庸護照和翻查對方手機 由晚上11點盤問到第二天凌晨2點 真是偵探上身 家庸承認偷剪後被人用膠紙捆綁雙手 期間曾經跑入廁所 用剪刀割手被制止 直至早8點 家庸懷疑不堪受壓 衝入廁所反鎖大門 並從氣窗跳下來 警方調查後發現兩個人揭發事件 即是偷利事後未有報警 而是濫用私刑 私下盤問及限制對方人身自由 同時刻意隱瞞私刑行為 警方昨天傳召 同在關閘截獲兩名疑犯 司警表示相關行為為死者帶來精神奢望 最終養成慘劇 兩名男女涉嫌觸犯嚴重脅迫 而限制死者人身自由 及扣押證件亦違反現行法律 警方以嚴重脅迫剝奪他人行動自由 及不當扣留證件罪 對兩個人落案起訴 司警重申對任何涉嫌犯罪的人士 除了熟可科處徒刑的現行犯情況 即是在打劫或老套人時 你幫忙捉賊 一般公眾包括受害人在內 無權對涉嫌人自行實施拘留 或限制人身自由 否則可能違法 被問到死者的國籍 以及是否有通知相關國家 司警沒有透露他的國籍 但已通知國家 相關國家要求司警撤查事件真相 而警方亦通報相關資料 被問到死者逃走或自殺 死者身上是否有傷痕 司警說事發的流程較高 相信死者是在不升壓力之下自殺 而經法醫檢驗 他的身上沒有被襲擊或毆打造成的傷痕 這宗案不像早很多年前 香港有個僱主打和虐待印傭判 判坐牢 不是這樣 這宗案是禁錮別人 和精神折蛾為主 其實真的不明白 有些人可以這麼刻薄 這宗案如果是偷了錢 你可以報警 由警方跟進 然後再炒 如果是協商的話 可以叫他還錢再炒 有時真的很難想像 身為警務人員 法律意識都這麼薄弱 在濫用私刑 還有無論港澳也好 有些女人 年輕也好 老的也好 請工人的時候都幾變態 有時要求工人 做事的程度 標準更高過自己 怕死了 吃虧 其實大家都清楚 請工人主要是幫忙自己的家務 工人如果能夠做到六成七成功夫 基本上都收貨 最重要是他沒有病 不用白白淨 還有手腳夠乾淨 有些女人經常說 做得不夠好 工人就要換 原來一換回來 新的一個更做得差 你知道換工人很麻煩 其實張心比己 做得略略地過得去就OK 但不明白很多女人 都是想不通的 好 這集看到 如果想支持我記得訂閱 我們可以做得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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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